狂飞勇唱 全新搭档 祝团来把球板上 笑声战发 好 欢迎第四组选手 好 接下来呢 有请四位选手 为我们带来他们今天的作品名字 叫做《家庭小乐曲》 媳妇去参加同学会 三更半夜不归队 留下我 独守空房 一个人睡 咋睡啊 媳妇这玩意我算明白了 谈恋爱的时候让你牵肠挂肚 结了婚就让你撕心裂肺 你说我要现在给她打个电话 她保管说在同学面前 给她丢了面子 回来就让我罚贵 照这么下去 我这小心脏再怎么坚强 也得让这娘们给我整洗碎 儿子 不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在那叨个啥呢 娘 爸 荣荣参加同学聚会去了 还没回来呢 没出息 你媳妇刚走 这一会儿你就睡不着觉了 不是 爸 这还叫一会儿啊 这都半夜了 你挺大个老爷们 你说你那心眼 咋比你那眼睛还小呢 我跟你说 你媳妇参加同学聚会 你还不放心呢 我跟你说 那喝喝酒唱成歌回来兜点一点多 老头子 老头子 你说这个死老头子啊 我要吃片药 让他给我倒杯水 你这水倒哪去了 你倒哪去了 不是 你上大火防水库了你啊 我儿子有情况 啥情况啊 他心里有点小纠结 我正给他做着思想工作呢 我儿子有啥可纠结的 还有你给做思想工作 荣荣参加同学会你知道吗 知道啊 他跟我说了 到现在没回来 哎呀 多大点事啊 你真是的 儿子啊 融融找钱告诉我了 我知道这事 你放心吧 啊 你听妈一句话 两口子过日子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对 这一点上 你就得向你爸好好绝集 不说别的 就前天你妈跟老梁爬山去了 天没亮走的 天刚亮才回来 我 我不也信了吗 不 你别惨我行不行 不是 儿子 那龙少山才多大呀 就这么大嘎的小地方 俩一啪啪一天 你说 我就信了你 不是 你啥意思 不是 我不是教儿子信任你吗 来吧 老伴把药吃了 不吃了 不是 那不吃不行 不吃 那你哪吃啊 明儿还跟老梁爬山呢 这还劝我呢 这电话我还得打 哎呀 有人给送回来的 宝马 不会是开矿那小子吧 完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拜拜 拜拜 老公 容容啊 你回来了 老公我回来晚了 是 不好意思啊 你能回来就行 嗯 我今天有点喝多了 我这头晕得厉害 是 我没喝多 我头也晕得厉害 老公 你咋还不睡呢 我这不等你呢嘛 啊 那老公 我先迷一会儿啊 我迷一会儿 你迷吧 想说 还是男士的 毕容啊 不是老公 咋的了老公 车啊 我今天想分享分享 你这 听说挺热闹啊 可热闹了 嗯 那家好开心呢 十几年都没见了 那都谁去了 啊 女生 有几个带孩子的 就没去上 男生吧 基本全到了 全到了 嗯 那男生里边 是不是有喷香水去的呀 香水 啊 啊 那谁 李大强 他从小就喜欢喷香水 那把身上整了 那香鼻子 今天晚上喝酒 就做我病了 怪不得你身上都有点味儿呢 是吗 不对啊 这李大强是开出租车那李大强吗 啊 对啊 就那李大强啊 我记得他喷香水 都是喷那六神花卤水啊 花卤水啊 有时候也整点空气清新剂什么的 人家没往身上喷 杀虫剂啥的呀 兴许也喷 不过他肯定没喷过那个男士香水 啊 对了 我找李大强还有点事呢 你把他电话给我呗 啊 我懂了 不是 你大半夜 你给人打啥呀 明天打不行啊 着急 李大强是吧 嫉妒 嫉妒 容老公 我听说你经常用六神花卤水是吧 啊 不用了啊 用男士香水了 啊 没事我有一个朋友做生意一下尽量香 你不用就没事了 再见啊 不是 你哪个朋友是做花卤水生意的 我咋不知道呢 不就是我们公司经理的表弟的二哥吗 那你问咱妈不就得了吗 咱妈不也总买六神花卤水吗 咱妈那都是零售 呦 人家这得批发 我给你呀 容容 嗯 那个 今天你去同学会的时候 没开车吧 我打车去的 啊 回来也打车哈 我同学送我回来的 谁呀 李小娜 你认识 小娜呀 上次上巴鱼圈玩的时候 不就小娜开这车吗 对 她还开她那QQ啊 那不是过去的吗 人家现在结婚了 老公给买了一个X5 那可不是哪个女人都能开上X5的 你羡慕那事干嘛呀 不行我得给小娜打个电话 不是你大半夜你就别打了吧 你 不是那咱爸要换车 正好我咨询咨询嘛 爸 爸 容容容你回来了 我刚回来 爸呀 你要换车呀 你要换车 是爸 你不跟我说你要换车吗 是 我那车电瓶不行了 我前两天钓鱼去 那电瓶没电了 后来我退回来的 对爸我这不帮你咨询吗 打电话 你给我咨询咨询咨询 她的电瓶冲一回电能骑多远 我给你咨询呐 你回头睡觉去 我告诉你 我今天晚上就没去参加什么同学会 我约会去了 我跟男人约会去了 咋的 承认了 说那男的是谁 潘长江 你这口味挺重啊 她那个头能和我比吗 你没听过呀 那浓缩的都是精品 我就稀罕她 咋了 我媳妇是不是考验我呢 媳妇你是不是考验我呢 你说是 自己打 自己问 打去吧 去啊 打就打 潘哥呀 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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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容老公 听说你和容容约会去了是吧 你搁外地拍戏呢 那没事 容容没回来 我问一声 你拍戏呢 那没事了 再见啊潘哥 然后我就知道 你不能和她有啥事 碰拿着 容容 呦 不是 这么晚还有信息呢 哎呀 容容 早点回家 你老公找你呢 潘长江 容容 天也黑了 你也累了 咱洗洗睡吧 我不睡了 要睡你自己睡 不是 你干嘛呀 不是走了 你想哪儿去 我回家 你回谁家呀 这不这不就你家吗 媳妇 别管她媳妇我不过了 妈 你叫妈也没有用 妈 你出来啊 你别喊 妈你出来啊 哎哎 怎么了怎么了 就是啊孩子 怎么了 跟妈说 别哭别哭 妈 你说 今天我就去参加个同学会 她回来就开始问我这儿问我那儿的 还挨个儿给我同学打电话 你说她还给我点脸吗 哎呀 孩子 她呀这也是爱你的 就是这方法不对 她也是不是个东西 别跟她一样 等着妈好好批评她 太不像话了 你们两口子之间就这么瞎猜一日子 能过好吗 我告诉你小两口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你小子心胸宽宽点好不好啊 就是的 我就从来没因为这个事儿 我怀疑过你 我也没啥事儿啊 你闭嘴 我揍你 别哭了 好孩子 爸 别哭了 妈 你看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俩赶紧睡去吧 你看看我荣荣懂事儿 咱们好孩子 没事 没事就好 快睡去吧 没事就好听话 你没找点歇着 哎呀老伴儿啊 别磨叽了 快点快点回去睡去吧 你赶紧睡去吧 明儿还跟老梁爬山呢 你也就 你也就 咱也回屋睡吧 我不睡了 要睡你今天晚上就自己睡 我就睡沙发了 那 那我陪你睡沙发 你过去吧 哟 哟 这么晚还有短信的是吧 谁呀 不是我的 你的 我呀 谁呀 啊 10086 手机积分拿大奖 10086 这不对呀 你电话可是连头呢 谁呀 谁 潘长江 潘长江 潘长江